我很trust 她 我覺得是一個信任 是不是呀 Hello Donut們 我是Claudia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這條片 因為我的臉是動得極少 上一次我的 equipment update 就是差不多四年前 剛才我是剛剛回來香港 我回來四年了 我一直以來做了什麼 話說我在看我自己的Youtube 在看的圖片我看到這條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有多過一半的東西 我已經不是在用這些 那 somehow這條片繼續在Youtube那樣呢 好像繼續在騙你們 我可以一萬元內 買了所有東西 然後做到現在的Quality 當我聽得出那個Equipment 對我來說 可能我已經聽到它是有脫漏 感覺是開心 那個開心就是 我耳朵進步了 但是你知道什麼不開心是什麼 我又要花錢了 今天我就會想跟大家去分享 我現在所有的Equipment Disclaimer 我會建議大家 可以take我的Equipment as一個reference 不同的Equipment 對不同的人 產生不同的感覺 絕對不可以覺得它是一個答案 那事不宜遲呢 我們就開始了 那首先說回有什麼東西呢 四年前一樣 到今天都是一樣 第一件事就是 那時候我說我最喜歡那個Equipment 我不是說HD650的耳朵 I'm still using it 很記得我自己的HD650的聲音 是有什麼叫character 我要注意 譬如其實HD650 它是說它的frequency response是flat的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它是沒有什麼high and 我以為那些mix不夠尖 那我就會帶著這個 弄到那個mix太尖 通常去另外一個source一聽的時候 就會 嘩 好似的東西 這麼多年來我沒有變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太熟悉它的聲音 我好trust它 我覺得是一個信任 是不是呀 下一個 一直都在 就是我的keyboard stand The reason is 我覺得超好 因為中間有個bar呢 它可以令到我浪起腳 就是EXE的stand會撞到我膝蓋 如果stand這樣卡住我 就是我要坐成個男人 這樣抹大隻腳 然後我覺得 有點不好意思 接下來我就會說 究竟我有什麼equipment呢 我是upgrade了 但是一個比較obvious 大家可能都看到 它在 那Slave Digital呢 只剩下一個mix 本身呢 我是在debate去買AKG4SXLS 我想有多些option Slave Digital呢 它其實是要配上它的virtual microphone mix rack 我的plugin呢 是可以令到它去扮很多不同的麥克風的聲音 除了是錄我自己的音 其實我都會錄其他artist 那其他artist 都會有一個option 可以讓我去選到究竟 什麼麥克風 like假麥克風 suitable for它 我個人呢 是比較有意不決 然後有時候我make了一些decision 譬如我買了某些東西 我是會後悔 Why don't I just buy一個麥克風 是可以扮很多不同的麥克風 那我就不用扮了 我就decided to go for State Digital 下一個大upgrade呢 這個就真的是大upgrade了 本身我是用focuswright的2i2 from focuswright BOOM 我又去了Universal Audio 我那個就是Universal Audio Apollo Twin 那個分別最大就是它 我亦都領略了一件事 就是原來interface的重要性是 那麼強大的 Quality不好呢 其實是會直接失去了很多 可能本身那個artist唱歌 或者譬如我自己的聲音唱歌 那個fidelity會低了 你一買你就會有很多plugins and boy thoseplugins are so amazing 他們真的假裝那個真的機器 是假裝得很像的 以前我說的所謂1萬元以下 就可以買了所有東西 現在已經是超了budget了 那UAD呢就是 所以價錢就 reflect回quality啦 下一個equipment update It's not really 一個update 其實它是一個add-on 在我拍了那1萬元片 隔了很短時間 我就已經擁有 就是我對speaker了 那我的speaker就是Neumann KH120 首先它是二手 所以我就很便宜就買到 省錢的我 speakers其實是 耳機一樣 比較personal 你覺得某些speaker work for你 那就go for it 那我到今天 其實我都很喜歡他們的 接著呢是一個software update and holy shit this changed my life by the way 這個東西是跟UAD當時一起買 所以一下子我的銀行就 Protools changed my life Logic呢 我是用來編曲 但是Protools呢 嘩 做editing mixing 快到呢 雖然看上去的樣子 是很不user-friendly 但是 你用慣了之後 你的shorker就 其實我剛才看到有人做這個 然後我心裡想 Oh my god I need to learn shortcut So the next one 大家應該都看到 And actually I'm gonna拉它出來 就是這支什麼 好棒 正嗎 可以 你累的時候 可以 那我不再用那些動 第一我家網小 第二就是 我覺得 You know This is so useful Like Oh I have an idea Let me record something I don't have an idea I don't have an idea F*** 最後一個equipment update I wanna say 這個update 其實是一個 都幾搞笑的update 真的因為 之前49keys那個 被我玩殘了 已經是 幾乎沒有一顆音是work 但是那時候我是死都不想換 大家要知道 其實我對於49keys那個relationship 由15歲開始做音樂 它是我第一個equipment 我跟他的感情太豐厚 我是沒有丟 那他就基本上在我後面 Sometimes我看到他 我會 kind of remind me that you know why I started doing music 我新買這個 其實就是M Audio Key Station 61 那個keys 這個49 又太小 因為其實原來 我現在彈琴的range 都大 我想一次過彈 因為那個phrasing 會好聽一點 所以我就要多些keys 它是一個 semi touch的keyboard 就是它按下去 它不是那些很cheap 好像我以前寫的 no offense 它按下去好像那些膠 那這個呢 是有少少力的 但它又沒有去到增琴的感覺 to be honest keyboard對我們來說就是 它work就work so that's it everyone 我講過的所有東西 link就會放在description 那如果大家都喜歡做音樂 都開始對自己的equipment 都會聽到一些 我可能是時候要轉一轉 接著有中頸位 接著又不知道買什麼呢 那你就可以reference一下 我有的東西 我會經常都跟別人說 就是不要覺得貴的東西 就等於是好 最重要就是一定要適合自己 大家都可以不妨去試一下 如果有選擇困難症的問題 的朋友 就是like me 那你絕對可以去試一下我的equipment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 如果有什麼特別的request 你有想知道 我接下來也會想拍多些 這一類的說話的影片 在留言跟我說 如果沒有什麼 我就回去做事了 下次再見 bye my classic heart